打仗的時候不能說做最好的打算 要做最壞的打算 最好的準備 我們要假設 萬一我們西部的跑道 還有戰備道 被中共的火箭炮還有導彈 還有空射的巡弋飛彈摧毀了怎麼辦 那不要忘了 我們還有華東 民進黨既然這麼早就開始抗中寶臺 這種設施早一點就要蓋啊 八年啊 你現在還在弄 你不是早就開始抗中寶臺 抗中寶臺第一年或預備抗中寶臺 開始就要先準備這些東西了 你現在抗中寶臺看了那麼久 才想啊 我這個好像還沒蓋 你蓋好以後都已經什麼時候了 太晚了吧 抗中寶臺元年就要開始蓋這些了 不然我合理懷疑你抗中寶臺是玩假的 為什麼要在台東開一個戰備道 它的意義在哪裡 是不是代表我們西面的這些戰備道 難道不夠嗎 為什麼要在台東開 那個相信你 因為西面是 是我們叫的 是迎敵的 迎面啊 是面對的啊 對不對 就是 但是現在中共的武器 現在越來越 射程越來越遠 所以西面 我們的飛機在西面起不來 火力涵蓋 直接打仗是把你摧毀 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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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箭炮就摧毀 因為以前火箭炮打不到 現在火是衛士2或PHL洞3的改良型 還有PHL191的真程型 都打得到 火箭就直接轟了 你看我們從北邊 從彰化戰備道 民雄戰備道 麻豆戰備道 仁德戰備道 到下面還有一個加東戰備道 在屏東 給屏東用的 很清楚 對 這個彰化戰備道是給台東機場CGK的 民雄戰備道是給加域機場的 麻豆戰備道是給台南機場的 仁德戰備道是給港山機場的 那這個加東戰備道是給屏東機場的 那都有對應 那你花蓮跟台東有沒有對應的 沒有 你戰備道在哪裡 沒有 那花東有個好處 西部有中央山脈屏障 3000公尺 你這火箭炮 一過去 一越過去 你就一個炮物線就跑掉了 有中央山脈屏障 那東邊有海岸山脈屏障 那它在花東中國裡面 它等於兩邊都有山脈屏障 大概在這個地方 這個比較粗 我拿這個紙 大概在這個地方 關山 關山在北台東 在上去的話 在重谷 對 重谷上面 那重谷上面只有兩個出口 一個北出口 南出口 北出口在花蓮 花蓮 南出口台東 南出口台東的北南溪 對不對 那東西 兩個山脈屏障 都是山脈 對 那是不是相對的安全 它最起碼有戰略的 這是我們講的 你飛彈不好打 不好打 然後越過山脈 兩邊都有山脈 對 它在東海岸這邊 還是有山脈屏障 對 那這邊的火炮 折過來 你看折過來 這個最近的 所以西面就直接被火炮覆蓋 火箭炮 他們那個遠程火箭炮 直接把這些全部覆蓋 那些都覆蓋了 這樣子 火箭炮覆蓋了 而且它的巡弋飛彈也覆蓋 所以說從戰略上需要的話 我們真的是需要這一條戰備道 我們的這個飛機 到時候才能夠起飛 對 因為你要戰力保存 你不要戰一打的時候 飛機都沒了 好 那另外一個 跑道沒了也不可以啊 因為你跑道 我們知道空軍的戰力三個 第一個戰機 第二個人員 第三個機場跑道 你缺一個不可以啊 你有戰機有人 你的機場在哪裡 跑道在哪裡 沒有啊 所以你的跑道不能被炸 那炸怎麼辦呢 我有備用啊 一個機場它有一個滑行道 打仗的時候 這個滑行道是 我們講到的緊急跑道 被戰備跑道 這個跑道炸了 我還有滑行道 我有兩條 那每個機場都是這樣 都是兩條 一個是跑道 一個是滑行道 滑行道也可以落 這樣子 那你兩個都沒有了 我們還有戰備道 那戰備道都被攻擊了 但是不要忘了 還有花東 花蓮跟台東 對 那你花蓮跟台東 也要有戰備道 你從來沒有戰備道 那現在知道 哎呦我們有短板 沒有戰備道不可以耶 萬一花蓮 加山跟花蓮機場 還有台東 萬一被炸被封鎖了 我們飛機落哪裡 你趕快啟動 這個我們有關山戰備道啊 那這個樣啊 好 我想要問一下將軍啊 那我們要做這個關山戰備道 好 是不是代表著 我們西部的這些戰備道 都非常非常的危險 它真的到時候可能都沒有辦法 有實際的作用 就會被火炮給彈毀了 你要做最壞的打算 打仗的時候不能說做最好的打算 你要做最壞的打算 最好的準備 我們不可以 那我們要假設 萬一我們西部的跑道 還有戰備道 被中共的火箭炮 還有導彈 還有空射的巡弋飛彈 摧毀了怎麼辦 那不要忘了 我們還有花東 還有花東 花東完畢之後 還有一個戰備道 你最起碼角度要有山窟嘛 你要這樣嘛 你要這樣嘛 花東完畢之後 還有戰備道 還有一個戰備道 這樣子可以的 你看啊 包含瑞典 它JAS39 修戰機落在它的高速公路 落在高速公路 落在高速公路完畢之後 進入它的山洞機庫 是這個樣 瑞士前一陣子還練 在高速公路上練起降 瑞士是中立國啊 現在已經加入 北大西洋工業組織 瑞士也練 我看到報導 有報導 人家也是這樣 人家只是 烏克蘭戰爭他們並沒有參與 也沒有介入啊 但是他們現在感覺到 也是有一些 這方面的軍事場的壓力 對不對 你看看人家也是這樣做啊 瑞士跟瑞典都這樣做啊 那我們是不是 這個關山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那在這個地方 縱谷 縱谷 花東縱谷 而且啊 是在花東縱谷的 中間偏北一點點 因為你這個台九線 從蘇澳開始就開始台九線 那到達那個花蓮 花蓮之後就進入花東縱谷 他有線他彎來彎去 但是有一段就是 關山這一段是直的 而且你腹力要夠 你腹力不夠不可以 第二個 因為你飛機進來的時候 還起飛跟降落 有一個上升梯度 你看看機場附近的時候 是不是沒有高樓大廈 是 在那個民主東路的時候 機場 那個地方是不是中花中朝 都有做進線間管制 對 你旁邊還不能有高樓大廈 還不能有山脈 那個將軍 我先請問你一些軍事上的問題 首先這個戰備道 我們假設有了這個戰備道 那飛機等於是 這邊都會癱瘓 那我們的飛機到時候 還可以在這邊起飛嗎 戰備道 那就是我們的制空 空權還是有了 對 但是現在解放軍的那個 航空母艦 它可以直接在東海岸這邊 就在部署它的這個軍力了 那難道我們這邊飛機起飛 不會受到它這邊的這個 東海岸的這個 不管是航空母艦 那個制空的威脅嗎 那當然會啊 但是問題是 我告訴你怎麼樣 是不是 那我今天如果是參謀總長 我又不一樣 第一個 我是不是有F-16 對 我F-16只要飛400公里 我上面掛魚叉飛的 打200公里 400加200的600 你航空母艦退到600之外 你如果在600之內 你飛起來 我飛起來啊 我飛起來 我上面掛了 我下面掛四枚魚叉飛彈 只要你飛起來 你就先射出去了 對 我一飛的話 我向前飛400 回來400 800 我F-16可以飛1000公里 OK 或者1000公里作戰半球 掛外郵箱嘛 沒有問題 那我只要講保守 那你可以飛800啊 我幹嘛只飛400 因為我還要多一點油量 第二個 我不要太長邊 長邊人家中間跟你切斷 所以意思是我們的F-16 可以從這邊 它這樣飛起來 因為這邊是山脈 所以它必須是這個方向飛嘛 對 它要這個方向飛嘛 那飛起來 越過山脈以後 就可以去發射飛彈 那這個東西要做航側 因為標準離場是怎麼樣 有的時候萬一它的 它的上升梯度夠的話 直接從海岸山脈就飛出來了 海岸山脈只有 海岸山脈最高最高 1000公尺 1000公尺 加入藍山1000公尺出頭而已 所以它可以飛過海岸山脈 對 如果這個上升程度夠的話 我戰鬥機啊 一起來專身就出來了 OK 出來的話我想想看 台灣這南北400公里 你坐高艇車400 那你的航空母艦要退到600 這是一個台灣 對 那麼要退到這邊去 對沒錯沒錯 那這樣的話台灣是吧 相對安全 然後這邊就有那個戰略眾生 這個就是我戰略眾生 嗯嗯嗯 那它如果天那麼近 我一起飛就過雨沙飛就過去了 對沒錯 或者是空射雄風飛到 所以可以給我們爭取戰略眾生 是這個嘛 它會被F16V給威脅 因為它想它不能靠太近 靠太近的話 我跟你講你送菜了嘛 你靠近你給我 你預言我還不好打 你送到我家門口 我們剛好把你打到 所以中共它也是聰明 它不會給你放到200到400公里 它也近 它也放到600到800 OK 它一起飛之後 它的我們叫做殲-15T 殲-15 或者將來福建艦的話 也有可能殲-31 或者殲-35 看它 那這樣的話 它逆中戰機 或者什麼 它就可以一起飛之後 它的航程是 作戰半徑是1200公里 那沒有問題嘛 它攻擊完畢之後 回去航空空間落地 它可以放得遠 它安全 又可以發揮戰力 你一定有安全 大軍作戰 手中安全 又可以發揮戰力 你不是又安全又安全 所以它擺在位置 覺得擺在安全的地方 那將軍我再請問你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中國大陸它那邊 有所謂火箭軍嘛 他們的那個導彈非常非常厲害 他們有一種導彈叫精確制導導彈 然後它可以就是等於是飛到外太空 然後那個非常精確定位 然後可以整個垂直落下 然後去轟的 那可不可以 他們如果用精確制導導彈 可以把這些所謂的戰備道給毀壞嗎 直接 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但是這是個彈坑啊 摩尼克在彈坑修補就好了 修補嘛 對 但是它可以用這樣去毀嘛 到時候它會這樣去做 如果這個 就是我們要模擬嘛 就是這個 這邊的這個戰備道 對共軍的威脅真的這麼大的話 那它那邊它有武器 它可以去毀壞我們的戰備道 但是不要忘了 我們有兩個方式 為什麼我們不用呢 我們愛國者愛三 愛國者三 我們為什麼不就要反彈把它打下來 愛國者三就是要反彈的啊 對 愛國者是 你買那麼多愛國者三 就打它嘛 它過來從太空要過來對你說攔截 它電腦會算 直接把它擊毀在這個大季城 對 就內大 就內太空 把它擊毀嘛 第二個 你的工山呢 天工山呢 天工山 天工山型呢 為什麼不用 天工山也是反彈啊 等一下 將軍我請問一下 愛國者三是不是那個 非彈籃絕率70% 對對對 你講了這個故事 我知道你要講哪一個故事了 我就知道了 那我們三發就一定攔截住了 那個這個是 70吧 攔截率是70% 成功功算是這樣子 它第一 我打一枚一定都是 OK 第一枚的攔截 那打三枚就走穩啦 那你知道 剩下30%它突防了 你打第二枚的時候啊 70% 大概是有九成多的攔截 已經九成一了 你兩枚上去已經九成一了 這數學比較好啦 剩下百分之九 百分之九再乘以百分之七起了 那已經不划算了 對 是這個樣 所以你看看我們那個 我們以前的時候黑貓中隊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 黑貓中隊 U2高空偵察機 翅膀很長 飛到中國大陸黑貓去徵兆 中共一直都打最少兩枚 通常都是兩枚 最少兩枚 它不管怎麼樣 就是兩枚上來 通常躲掉第一枚 它看到上來的時候 嘚嘚嘚嘚嘚 那個會想嘚嘚嘚 一直叫 警告 它趕快可以做滑洋聲 咻過去了 第二枚 你咻過去了 能量有消失 因為你在閃躲 這個第二枚要上去 有了第一枚就打到了 它是這個樣 所以我們通常會用兩枚去攔截它一枚導彈 這有效率嘛 這個經濟實惠嘛 而當我們愛國者攔截飛彈系統 是不是那個價格很貴 很高 我跟你講那一枚的話將近一億台幣啊 啊 五百萬美金嘛對不對 對一億多台幣 三百萬美金啊 那非常那個 那就是消耗戰喔到時候 當然啊 打上口 所以到時候就是 一億就出去了 大家來拼 原來它先兩億 原來兩枚 對啊 先兩億出去 那它一個導彈什麼 它還可以做那個什麼 有一種是啞巴彈 或是那個什麼 那種假的 來給你做耗損的那種 那個叫右耳彈 對 右耳彈嘛 它會丟出來 俄羅斯好像就有搞這一招嘛 右耳彈嘛 你不知道它是不是右耳啊 你必須要攔截嘛 那你有沒有看 有沒有紫外線搜索系統 紫外線的話對右耳 它可以判民 而且有日右耳它會 它有真大器 就是說它的訊號變強 右耳變成真的 為什麼 它放大 它在那邊放大 對啊 所以 我們叫放大器 真大器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是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大家在比 這是電子戰啊 所以我剛剛講 除了紅外線追蹤之外 你要有紫外線追蹤 知道是判民哪個是真還是假 那你除了這個之外 剛講的愛國者三 跟天公三之外 還有不要忘了 我們標準二 標準二是 海軍的反彈是 反擊的反彈是標準二的 飛的那個 這個艦隊空飛彈 標二也可以反彈 然後放在既得級 反彈 這個時候你也出去啊 你到花園內外海去啊 但前提是 多一個啊 我們的治海權要還在 那個時候 那不行的話你也多一個 最起碼我們有三種 第一個標二標準二型 公三也可以去當 然後愛國者三也可以去 你要這樣子 然後看怎麼樣火力分貝 你不要他們兩枚兩枚兩枚 你打六枚啊 你打六枚結果我們要種一個 你六枚算一算的話六億 打個折好了也四億五億 太貴了 一發這個到時候真的在比錢 對是這個樣啊 拼有錢 那如果比錢我們一定輸嘛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